聽說連結婚當天 你還去練球 不能夠放一天婚嫁嗎 那個就要從頭說起了 因為我剛剛我提到說 我在當球員的時候 我並不是一個很... 技術很好 很有名氣的選手 所以我們那時候還沒有職業 我們是業餘的 所以我們一個大比賽以後 後面公司都會放一個禮拜 或兩個禮拜的假 那當時我們選拔完的時候 我就是利用那個 休息時候結婚 那我沒有想到說 我們在春季聯賽那個時候 我打得還不錯 結果我隔天我要休假的時候 我翻報紙 我竟然國手名單有我的名字 但是...所以我就記得 那是四月十七號球隊 那個球員要報到 但是我在結婚前 我就訂了四月十七號那一天 是要結婚的 真的... 真的是好日子 所以我也不知道說 後來我就是... 因為我們那一天 四月十七號三點報到 但是我是... 我們台灣的習俗 結婚那一天有進訪 有一個進訪的時間 我進訪的時間是中午一點半 所以我就是... 就是迎娶以後 然後太太進訪 我就... 你就在這邊等吧 我就一直換個... 我就去... 在這邊等誰啊 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要先去報到 三點去報到 今天我們都粉絲啦 這個台灣職棒 陪我們走過太多太多的青春歲月了 那麼職棒是一定要走到現在 我們今天現場 傳奇人物在這裡 完成了這麼多 大家覺得非常厲害的夢想 還有沒有覺得什麼夢想 是你還沒有實現的呢 如果你覺得全部都實現 幫我舉綠牌好不好 你說沒有 我還有一點點遺憾的舉紅牌 請舉牌 你們兩位是... 還要再多神才可以 還有遺憾喔 不是啊 因為我是講說整個台灣的棒球環境 還沒有到達我們想要的那一種境界 比如說我們常常到日本 到美國去看 他們的球迷 他們對棒球的那一種熱情跟熱愛 我們台灣還遠遠不及 所以這個是我們期待看到 以後在台灣的球場上 有超過一萬人 每一場都有超過一萬人以上的觀眾 這個才是我心裡面所想的 但是目前我們平均觀眾人數 差不多五千到六千 事實上還有一段距離要走 所以這是我覺得比較遺憾的地方 OK 好 就台灣的這個棒球更熱 對 你呢 我的遺憾就是少了千場 一千場勝利 對 一千場 好 我們知道為什麼人會成功 就是永遠的目標都是越定越高 我就還有 還沒有達成目標 是要不斷勉強自己 繼續衝衝衝 我們先來看這個洪總 非常這個驚人的這個輝煌的記錄 好 曾經拿到這個七座總冠軍 例行賽合計九百九十一勝 都是我們周黃職棒 現行最高紀錄保持人 那麼也有這個七座捕手的金手套獎 六座最佳九人獎 而且一座總冠軍賽的MVP 這麼厲害的成績 這麼精采 但是我們洪總是新好男人 他說如果沒有他的太座 沒有他太太的話 他只是一位舞棍阿伯 不是今天的長教練 太座這麼重要 沒有 因為年輕的時候愛玩 因為在大學的時候 就是跳舞 飆車什麼的 對 那個比較好玩 後來是因為為了一份工作 然後才到兄弟去打球 那當時我也覺得 我應該撐不久 以我的技術層面的話 應該一年以後 人家就會把我Fight 對 在那個當下 我也不是一個很認真的球員 我是很愛玩 那後來是認識太太 講說既然女朋友在兄弟 就不應該離開兄弟 所以那個時候才... 那個念頭才轉 才開始認為說 我應該是好好把這個球打好 一開始也沒有說 後來是因為有談到 就是要嫁... 那個娶妖婆家 對... 婚嫁的時候那時候才... 因為... 他爸爸也講說 你嫁給球員好嗎 以後沒有打球要幹什麼 那個時候才稍微刺痛一下 所以才全新的開始練球 在台灣的運動生涯 對 一般來講不是被很看好 對... 在那個時代 真的...不像現在 現在... 現在好一點 對 現在好一點 大家覺得職業選手 實際上有出團 可是以前沒有 那個時候甚至 還不確定有職棒這件事情 對... 只是兄弟也是業餘的 所以我是... 我太太生第一胎的時候 職棒才第一年 第一年 對啊 所以老實講 我是很感謝太太 因為你知道職棒選手都晚睡 晚起 但是太太就是怕小孩子吵到我 她總是先起床 會把小孩子帶開 我都會睡到中午 然後她就是到中午 然後幫我弄好以後 我就去打球 所以我們分得很清楚 我打球 她把我弄好 然後... 因為我這個人 基本上不交際應酬 所以我是球場以外的 球場以外的時間 我全部給家庭 都給家庭 所以太太也覺得值得 為你這麼辛苦 也都有一切值得 而且當球員的太太 真的很不容易 要很辛苦 很獨立 聽說連結婚當天 你還去練球 不能夠放一天婚嫁嗎 沒有... 那個就要從頭說起 因為我剛剛我提到說 我在當球員的時候 我並不是一個很... 技術很好 很有名氣的選手 所以我們那時候還沒有職業 我們是業餘的 所以我們一個大比賽以後 後面公司都會放一個禮拜 或兩個禮拜的假 那當時我們選拔完的時候 我就是利用那個休息時候結婚 那我沒有想到說 我們在春季聯賽那個時候 我打得還不錯 結果結果我隔天我要休假的時候 我翻報紙 我竟然國手名單有我的名字 但是所以我就記得 那是四月十七號球隊 那個球員要報到 但是我在結婚前 我就訂了四月十七號 那一天是要結婚的 真的是好日子 所以我也不知道說 後來我就是... 因為我們那一天 四月十七號三點報到 但是我是我們台灣的習俗 結婚那一天有進訪 有一個進訪的時間 我進訪的時間是中午一點半 所以我就是迎娶以後 然後太太進訪 我就說 你就在這邊等 我就一直換個 我就去... 在這邊等誰啊 因為我要先去報到 三點去報到 然後報到我就跟總教員講說 很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我會當國手 所以今天晚上我是...就是結婚 我辦那個喜宴 就全隊去給我請客這樣 剛剛好就全隊 那一天晚上就去 然後... 也滿好的啊 然後就吃完以後 隔天早上就送我太太 去坐飛機回台北 我就去集訓 之後有去美國集訓 然後有參加世界盃 奧運 跟去阿根廷的那個會長盃 然後就是不斷的比賽集訓 比賽集訓 總統統加起來差不多 只有一個月的時間 跟太太相處 從四月到十二月 就是利用休息一天 這樣累積... 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其實你是跟棒球結婚的 不是跟你老婆結婚的 這樣子一個特別的新婚生活 太太怎麼想 對啊 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太太是說 她結婚她都... 因為人家說什麼 新婚的時候 那個床不能單獨一個人睡 她就擺我的衣服 然後她自己一個人怕 在自己睡 對 她旁邊又放了一個球棒 對啊 她是這樣跟我講 說沒辦法這個 不過她也是很體諒 她是... 她也知道說球員 當然你沒有 以前最好的時候 就是當國手 不可能放棄這個東西 對... 也讓岳父可以放心 不過太太有這個 她身分證後面聽說 有貼一個 以後就是你的 另外一道金牌 因為四月十七號 剛好報紙有寫 就寫一個什麼 洞房花竹葉 新郎別交期 對啊 然後她就看到 她就把它撿起來 然後放在那個 身分證後面 夾著 每次稍微 我們講話稍微 口氣稍微大一點 再拿過來給你看 到現在還夾著嗎 現在不會 現在沒有了 有用嗎 這招有用 很有用 所以我覺得你穿了 你穿了 你穿了一張 所以她是勉強自己 沒有 漂亮 記得勉強自己 我才會手一種 心酥多多的支持 太太把家照過得很好 所以你說你快變成 生活白痴了 對啊 有多白痴 我在家 我... 我連提款卡號碼 我也不知道 這個錢 所以我們家什麼房子 車子 提款卡 全部都是我太太的名字 所以什麼交水電費 什麼東西放哪裡 我是完全都不知道 都一定要靠她 所以她每一次都講一句話 女人當自強 因為你太忙了 她有一些潔癖 比如說衣服我要幫忙摺 摺錯了她就罵 這不是這樣摺 這個要怎麼擺 這個怎麼擺 然後那個衣櫃 我只要有動過 她就你是不是動過 你動過我就知道又亂了 這樣 我要穿衣服 我不動 我怎麼穿 到最後我就變成 她就會說 你回來 老爺 你就坐著看電視就好 好不好 你就不要動 久了 久了久之後 我就變成 就不要動了 對啊 就什麼都不動 就這樣 其實真的是寫內註 幫你全部都弄好好的 而且有些緊急情況 老婆也很厲害 自己處理 通常她是這樣 就是我是 我不好意思的地方 因為小孩子有時候說 有發生一些問題 我家人有一些問題 我在秋場上 她都不會打電話 說等結束了以後 她才會告訴我 我那時候住內湖 因為我那個鐵絲 有一個鐵絲藏的 她是在勾那個手套線 在穿手套 我有一個盒子 我都放在那個 我捕手手套的時候 線段自己修 結果小女兒就是愛玩 就拿那個鐵絲 去玩那個電口 然後整個手都黑掉 然後她也不敢跟我講 因為我在比賽 我回來我才知道說 女兒的手怎麼包成這樣 那她說因為那個去玩 她連生小孩都自己跑去 我也不知道 生小孩你也不曉得 在高雄的時候 她自己一個寬罐的 她就去了 你總知道 育產期什麼時候嗎 她有告訴你育產期 大概一個禮拜 都沒有講 她是有 像只有 我記得我只有 你後來回家發現 怎麼多個小孩 這誰的 不會 不是 第三個 第三個因為她也是有經驗 然後她就自己娶他們 第一個 我只有第一個 我只打在內部 那後來第三個是 她就是自己弄 她也不打電話 她說要生兒 她也沒跟我講 她就自己寬寬的 就到醫院就生了這樣 因為她知道跟你講也沒用 不是 所以是玩 你是多久後才知道 沒有 我比完帥回家 我才知道 OK 你跟家人關係這麼緊密 但是你不讓太太去求償 為什麼 也不是說不讓她去球場 就是說因為我們去 我們以前都是 譬如說我球隊在台北 我們會到台中比賽 會到高雄比賽 那有很多太太會跟著走 就要住飯店什麼的 那我那時候會講 我是跟她講說 我是去賺錢 然後你去花錢 然後我怎麼賺 這樣 這個理由 她去陪你啊 我說不必啦 我是去工作 我就告訴她說 我是去工作 不用你賠 今天要是我去玩 我沒有帶你去 那是我對不起你 所以我工作就是我的工作 然後另外一點 我不太喜歡聽到 我太太在那邊跟人家講一些 有的沒有的 因為有的太太到球場 就會講某某選手怎麼樣 某某選手怎麼樣 我就很不希望聽到說 你在講什麼事情 那誰講的 那是洪一眾他太太講的 我不太喜歡這樣 所以到後來她就變得很習慣 那就是自然而然就 你現在拜託她去球場 像我七百勝八百勝 我們球場將她去頒獎 她也不去 我不要去 楊青哥你怎麼看她的 這個洪太太 我覺得真的是 在背後一直這樣 一路支持她 還有她跟家庭的關係 你怎麼看 你太太真的很偉大 要是我相信現代的很多 所謂的現代女性 他們都很獨立 可是要像你這種的 你天天只忙你自己的 他們可能跟你說再見 真的 因為很多人他可能覺得說 我不知道你在家裡面 常常跟你老婆聊天嗎 我會 你跟她聊什麼 我感覺你不會 你們都會聊些什麼事情 因為我跟我太太是有話聊 不會沒話聊 我回去我們夫妻就是 像我假如說在球隊 我有什麼打書球 我什麼心情鬱悶的話 我就會倒很多垃圾給她 然後她就會聽 他們有進到很心靈上的分享 對啊 可能這個部分 我相信就已經補強了很多 因為很多女性 她其實是很多太太 她如果能夠跟先生 能夠知道先生心裡面的話 因為很多先生 我老實跟你講 她很沮喪 或者是她在工作上面 表現不好 她不會跟老婆講的 很多男人就是要 是不是男人一定要有用 男人一定要很強 很猛 不是 所以她太太是看到 內幕的延遲生活 還是有聽到球場 對 還是有聽到 而且她願意把心聲 跟太太聊天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不要說我們在螢光不遵 因為私底下跟太太說 你愛她嗎 私底下會 我覺得 夫妻知道這樣 就好像在純銀行一樣 我們平常就是說 我們在家裡我們會有一些 甜言蜜語什麼的 那你 假如說你平常都不這樣做的話 一旦發生問題 有時候會變成一發不可收拾 那你平常有這些言語上的溝通 有些這些 就是說好聽的話這樣講的話 你假如有時候有一些口角的話 問題比較不大 這叫做愛的存款 就是你們兩個的關係 好像是一個存者一樣 你一直在裡面存東西 其實如果吵架或者是衝突 或者是甚至冷戰 這個就是你在用 在提款 對啊 如果你一直都不處理 很快就用完了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